臉書就是當作 加上天氣煩大冷 昨早買燒香湯的店頭就乾乾乾 燒燒香湯吃到很溫暖 讓人吃溫足 要提供我們的鄉親時代 還有一波冷空氣要到尾 就從今天開始 會一路一直冷到雷拜日 說有兩個最冷的時間點 這個是 拜五晚上到拜六的早早 這個是 拜六 平安明到下午 爬等坐的早起 說甚至各位 大家有反應的頂級 寶寶的氣溫 會覺得像九度中南部也會出現十度的氣溫 因為這波冷空氣 偏乾 水氣不夠 所以漏洗的機會也比較低 加上拜四的一檔坐 也想真在賓中 來買贏過一檔 要贏過一檔坐 天氣也真有冬天的氣氛 好玩山的桌子 路邊粉 加上小樓 年到八四十 真是六萬一塊 除了冷空氣影響 為拜三到禮拜日 我們土地清潮出流都一樣 慢慢降下來 最冷的時間大概是在星期六 星期天這兩天的清晨 有機會達到寒流的等級 拜三天天 北部給我們十二度 中南部也有十四度 拜四專制強烈中國冷氣團 溫度流降 北部給我們十一度 中南部十三度 拜五到禮拜日 寒流入南 北部給我們更夠高度 中南部也有十度 不可能因為沒落後 所以六四紀錄不管 這一波是屬於乾冷的形態 夜晚清晨會有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輻射冷卻效應有時候 比較顯著的時候 一樣會造成局部地區 早晚的氣溫特別低 雖然這部汗流沒點白症 不過也是在處於雲差變化 請稍後準備緊接 要等下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